本期节目由百灵果news赞助播出 哪个岛最热 套丢岛 嗨 我是小艺 欢迎来到童话套丢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丢岛更新哦 嗨 大家好 各位导秘们好 我又来了 爽哥的声音真的超级有元气的 听完都充满活力了 小子姐姐 在故事开始前 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俱乐部 俱乐部就是英文 可好翻译过来的 哦 是不是像是 很多喜欢同一件事的人 聚在一起的团体啊 像我知道 我们踢足球就有足球俱乐部 那是现在对俱乐部的定义哦 但是啊 在以前并不完全一样 嗯 以前的时代 尤其在英国 他们流行上流社会 男士之间的社交 所以他们会聚集在 会员制的 私人俱乐部里聊天 下棋 还有交朋友 社交场合 以前只准男生参加 英文叫 Gentlemen's Cup 哦 我看英国影集的时候 好像就有看过 这样的场景啊 是啊 这样的俱乐部 并不是非常普遍 主要啊 还是以大英国鞋里面的 国家为主 不过也因为这样 每次在电视上 看到这样的俱乐部场景 总是可以感受到 浓浓的英国味呢 嗯 说得没错 上次我们说到 福尔格先生和百事通 开始了环游世界 八十天的旅程 但另外一边 警方怀疑福尔格先生 就是那件银行窃案的犯人 所以派出了一位 费斯警探 来追踪福尔格先生 从福尔格先生和百事通 在十月二日搭上火车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了 他们经过了法国巴黎 意大利的杜林布林迪西 再从布林迪西 搭上名叫蒙古号的邮轮 到达了位于埃及的 苏伊士运河 这艘邮轮会在苏伊士停靠 而费斯警探就是在这里 等着逮捕福尔格先生 费斯警探有点紧张 所以自言自语 奇怪了 蒙古号应该要靠岸了 怎么还没看到 啊 来了 蒙古号缓缓地驶向码头 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有的旅客下船 有的去搬运货物 糟糕 人这么多 可不要错过了 正当费斯警探紧张地 东张西望时 有一位旅客走进了费斯警探 先生 请问您知道 埃及的英国办事处在哪里吗 我要在护照上 加盖英国的签证 费斯本能地接过护照一看 这 这不就是福尔格吗 这护照不是你的吧 对 不是我的 是我家主人的 那他得自己来 领事要验明身份才行 哦 这样啊 好的 谢谢您啊 百事通一转身离开 费斯警探马上跑到领事馆 领事先生 拜托你随便找个理由 扣留福尔格的护照 这样我就能在这里 等到从英国来的拘捕令 逮捕福尔格了 不行 这是不合法的 我不能这么做 盖完签证的福尔格 局长把区布林直接进到印度梦买 好吧 我就一起上船 好好盯着你们 这段路程大概有十几天 因为费斯警探 每天都会故意找机会 和百事通吃饭聊天 所以啊 百事通 已经把他当成好朋友了 那福尔格先生在做什么呢 他在船上啊 找到了一起打惠斯特牌的 三位同好者 每一天都很专心地 跟其他三位朋友 玩动脑游戏呢 哇 福尔格先生 真的很不担心耶 真的 我觉得我们都被他紧张了 船开得很顺利哦 蒙古号比预定时间 提早了两天 到达他的目的地 印度梦买 百事通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 我们要坐八点整的火车 到加尔格达 现在有时间 你可以去到处走走 顺便采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记得啊 火车开之前要回来啊 好的 先生 百事通去参观婆罗门教的寺院时 因为没有注意到 进寺院一定要脱鞋子跟袜子 让寺院里的民众很不高兴 想要抓住他 百事通想说 要是被抓住就会耽误行程 只好用尽全力逃走 只不过啊 他不但掉了鞋子 还把买的东西全都搞丢了 还好在最后一刻赶上火车 百事通 怎么这么晚啊 对不起 福尔格先生 我 唉 没关系 以后自己小心点 火车行驶得很平稳 他开过高山 开过平原 中间停靠了一下 让旅客吃个饭活动活动 百事通啊 还趁机去买了一双鞋子呢 接着火车继续往前开 但是过了一天之后 却渐渐地停下来了 各位旅客 请在这里下车 各位旅客 请在这里下车 百事通马上冲下火车 去探听消息 他很快地回来 跟福尔格先生说 先生 前面没有铁路了 啊 那列车长怎么解释 太可恶了 他说铁路还没盖好 从这里到有铁路的下一站之前 所有的旅客要自己想办法前往 先生 我们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还多出了两天 今天是二十二号 两天半后的二十五号 我们会搭上前往香港的轮船 来 我们去找其他的交通工具吧 原来这条铁路根本就只盖到了一半 前面的路线还在铺铁轨呢 因为本地人都知道铁路只到这里 所以当火车一停下来 所有当地的旅客就把其他交通工具 全都抢光光了 福尔格跟百事通一时之间 找不到任何离开这里的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 百事通突然灵光一现 先生 我想到了一种交通工具 哪一种 大象 好 我们去看看 因为在印度 大象被看作是代表智慧和吉祥的动物 而且还是以前上战场很重要的战力 所以在印度 当地人不会想到要骑大象 但是福尔格他们现在要赶路 实在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福尔格先生以高价买到了一头大象 还请了一位向导替他们抄近路 于是呢 他们就坐着大象穿越森林啦 哎 对大象真是不好意思 但也很感谢大象能载我们赶路 就在向导带着他们穿越浓密森林时 他们在不远处看到了一列队伍 似乎是抓住了一位美丽的女人前进 于是福尔格先生请那位向导等一下 看是否能救下那位可怜的女人 可是先生 如果这样我们可能会来不及赶上前往香港的船 没问题的 我们不是多出了两天吗 嗯 好的先生 那我来想办法 到了晚上 百世通找了一块白布装神弄鬼了一番 啊 你们快放了那个女人 要不然会有坏事降临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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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你别怕 我们是路过看到有人想勉强你 才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 现在没事了 我们要去赶火车 可以顺便把你带到火车站那边 你可以找你的亲人到那边去接你吗 真是感谢你们 只是我在印度已经没有亲人了 而且刚才那些人势力很大 如果以后在印度看到我的话 一定会把我抓回去的 各位好心人 拜托带我一程 把我带得离这里越远越好 好吗 我们不久之后会离开印度 好 你就暂时跟着我们 走吧 然后大家又开始坐着大象赶路了 从欧洲出发 经过埃及 中东到印度的福尔格 下一站会前往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世界地图猜猜看哦 我们下次揭晓 哇 原来印度真的有印度像耶 嗯 小易 你这句话有点奇怪耶 没有啦 是我对印度的了解太少了 印度是面积世界第七大的国家 土地形状呈现道三角形 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曾被英国统治 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 因为印度历史悠久 文明发展得很早 所以内部的种族跟宗教也很多元 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的人类 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呢 其实一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国家 要简单介绍还真不容易呢 不过大家如果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多了解一点 这个神秘大国也是蛮不错的哦 好啦 时间差不多啦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要大的时间说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